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假民运 真特务系列一 介绍了他的第一套房子 以及他所谓的每天资金不少于 每天赚钱 每个小时的赚钱不少于200块钱 的确是个事实 那今天的直播 一个是在推特上的直播 同时呢 我这边也要感谢一下提供YouTube同时直播的活讯平台 感谢他提供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今天来谈谈百桥 系列二 我们先来给大家看看 唐百桥真实名下的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的价值是要几千万美金 请注意 这个房子是来自于中领馆的阳军领事所提供的 我现在是登录的是他的那个房子的那个网站 大家可以登录一下 aibnb.com 我们先看一下啊 这个是唐百桥的豪宅的外观 看到了吧 他的豪宅的外观 看一下 好 那怎么来说明这个房子是他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下面我们滚动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看到了这个房子的主人房东 叫Peter 那Peter是谁呢 Peter是我们假民运真特务的唐百桥先生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哈 我们把它放大一下 大家能看到吗 能看见出他的脸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等一下我会在推特上把这个网址发上来 大家可以去看啊 那么这套豪宅有多大 这套房子是有六个卧室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有六个卧室 3.5个卫生间 这个这个这个是整栋的整栋的豪华别墅 我们先先一个一个来展示他的房子 然后我们后面来讲他这些房子来源是哪里来的 他这个每小时的能够赚到超过两百块钱的是怎么赚的 下面这个地址 这套房子 大家看一下这张脸 看清楚 是的 没错 唐百桥的夫人耿静女士的 这是耿静女士的 那这套房子是什么呢 是位于加州硅谷的一个又一个高档公寓 房东的名字是耿静 我们再看今天爆料的第三套房子 这个是四个房间的一套高级公寓 看一下 房东是耿静 稍后我们会把这个网址给大家发上来 大家可以在加州的政府网站上面都能够查到 这是第五套 这是第五套 等下我们也会把他的地址和那个全部上传上来 大家看一下 房东 耿静 好 大家看一下 这套是唐百桥的 唐百桥名下的哈 又是一套公寓 大家可以帮他来用计算器算一下 他那个唐百桥现在身价有多少了 大家来算一下 硅谷那边的房子 他们这个高档小区里面 最低的价格都在450万以上 450万美金以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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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第七套 第七套的耿静名下的房子 房东是耿静 这是第八套 名字是耿静 这是第九套 名字是唐百桥 好 加上昨天的那一套 那我们已经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展示了他十套的房子 OK 没问题 昨天那套不算 再加一套 今天也让 今天说十套就十套 再给大家看一套 唐百桥 好 超级大host OK 好 那我们现在 今天已经是十套房 跟大家来展示 展现给大家了 稍后我们把这些链接 我把这个链接 一二三四 六七八 这边打了八套的链接 OK没关系 我等下再补两套上去 等一下我把这个八套的链接 我会放到那个YouTube上面 让大家直接可以通过手机 或者通过电脑 马上就能查到 好 那我们来说 他那么多的房子 派什么用呢 他用于出租 那租客来自于哪里 谁帮他介绍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是他靠自己网上的 自己找过来的牧民而来的 或者是那些回头客 大家都知道 到中国来 到美国来的那个 中国的访问学者 或者说 过来工作的 那么过来工作 他给你自己租房子 他不会来租你这种 这种 这么高档的 或者说这么 日租房价格那么贵的 刚才我 我给大家看到了一套房子 他一天的租金就是要一千美金 一天的租金 一千美金 O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岂不是 如果没人住的话 他不是岂不是他又很亏本吗 他的房子要交那么多的税 交那么多的钱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人 昨天我们讲到的那个 中领馆的教育组的 杨军领事 大家可以谷歌一下 我不知道现在网上还能够谷得到他的信息吧 反正昨天我曝光了以后 今天我找的话就 好像就找到一条了他的信息了 国内的信息是百度是肯定查不到了 那么谷歌可能还有能够查到一些 大家可以查一下 叫杨军 他是我们唐先生的好朋友 所有的房子的客户全部由他来承包 全部是他来提供 也就是说不管你这个房子有能住没能住 没关系都是他来付 那他的钱来自于哪里 靠他的工资吗 显然不是 那钱来自于哪里 只有一个可能 来自于中国政府 那么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帮他租房子 再帮他介绍客户一手包办的这种形式 来送他钱 为什么呢 原因无非就是两个 第一个 硅谷这个地方 集中着 美国所有最高新技术的 企业 股沟 苹果 等等这些高新技术 都是在这个地方 而且 而且唐柏桥房子的 所在地 全部在这 这些大公司的附近 那可能有退友说 他可能是为了出租方便吧 如果你是个人 你会出这个钱来租这个房子 来做访问学者吗 如果你是访问学者 你是个学生 你是个学者 你愿意出这个钱吗 你愿意一个月 六千美金 甚至一个月三万美金 租这个房子吗 你有那么多钱去租吗 显然不会 你显然会自己 在附近租一套房子 买个车子 那么这些租客拿来的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其中可能有真实的客户去租过 租过这个房子 这可能是唐柏桥赚外快吧 他就反映了 那个插座为什么是没有电的 大家去看有这个评论的 他还没删掉 他也删不掉 这个插头为什么没电的 这个插头上为什么会有 红色光的 人家问这个房东 为什么会这样 人家不知道 那我希望唐柏桥来解释一下 我也不懂 我就问了我们这边的调查公司 我说这会怎么可能 他就笑我 老美就在笑我 他说元 你可以去去下亚马逊 很多 我说什么东西 他就打开了那个网页给我看 哇 只要几十块钱 就有那种红外线的 微型的 伪张成插头的 插座的 这样一种摄像机 那我不确定 我这个房子我没进去过 我只是看了 人家住过的人这么来 来说来反应 来质问唐柏桥 但是唐柏桥没有回抖 没有回复人家 那我在这里我再问你一遍 唐先生 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吗 这是什么设备啊 放在这里面 它有什么用途啊 那会不会是说 学者在里面 研究的什么东西 打些什么字 做些什么发些什么email 或者是做些什么研究方面的东西 那些数据 你为什么对这些东西 这么感兴趣呢 唐先生 我们都知道你是 一文不明的离开纽约的 所有 在美国的 认识你的人都知道 原来的你是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穷 因为你不工作嘛 你就靠你科门管骗 骗点钱嘛 骗到了就有的花 就有赌场去了 你那个到黄色舞厅 你可以搂着人家 跳螺舞了 是不是 那你突然来那么多钱 哪来的呢 是你太太给你带来的吗 还是来自于杨军先生 那杨军为什么给你这么多钱 为什么要这么支撑你呢 请你回答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 直播的 给唐百乔先生留的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那个插头是什么东西 请他解释一下 第二个 杨军先生 为什么出那么多的钱 来支持你 而且很奇怪的 现在所有的这个钱 不直接给你唐百乔了 我没说错吧唐百乔 说错了你可以反驳我 我可以拿证据给你看 都通过你太太了 为什么 这是不是一种洗钱呢 名义上是给你太太 实际上是给你的 这样是不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你啊 这我也希望你来回答我一下 既然你去20号说要对质嘛 那我们就好好的对质一下嘛 1234大家来嘛 你不说我假访民吗 我们也可以来对质嘛 我可以拿出我所有的上方材料 被中国政府那边打断两根肋骨 打断腰椎骨 这些证据材料 我也可以拿出 我的公司一夜之间被抢走的 所有的证据 那公司本身是09年就上市了 我可以拿出来 我到现在公司里面 还躺着800多万美金的账户上 拿不出来 我的法轮资格被他们吊销了 我还可以拿出来 中领馆资金 连我的护照都不给我的证据 说到这个事情 我这边都要来插嘴 来问你一下 谭先生去年你妈妈 你姐姐 你直至到美国来 请问是怎么来的 是透度来的吗 不是他们没有护照的吗 因为你是一个 在美国的民运的一个领袖 所以你的家人也受到了打压 受到了打击 这个是你一直在说的事情 那请问你 他们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你这么低调从来没说过 你没说哎呀 我母亲来了 我姐姐来了 我要好好照顾一下他们 我要好好请他们吃个饭 让大家朋友们也为你高兴一下 让朋友们也请他们吃个饭 一起做一做 你为什么 瞒起来呢 那么这个当中 这个当中 又是 谁在穿针引线 中国政府为什么又给他们护照了 突然给他们护照了 这好像 你也应该跟大家做个交代吧 我一个小访民 在你嘴里的假访民 我上去我的家人都来不了 我的护照都被剥夺了 你这么一个 民运领袖 这么一个 推翻共产党 推翻什么的 那么一个斗士 为什么共产党反而要给你 都反而不给我了 我就没搞明白 我不知道万能的推友们 你们能搞明白这个一个道理吗 什么道理吗 穿针引线的人是谁 是你太太肯敬吧 自从她的出现以后 你 从此一帆奉顺 中国政府也向你下跪咯 按你的说法 你不是喜欢叫人家下跪吗 刘璐也跟你下跪过咯 要叫夏教授也要跟你下跪咯 你才原谅人家咯 其实最喜欢下跪的是你 你太太在 我们也可以来对峙 你向你太太下跪了多少次 为什么要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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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什么一种夫妻关系 什么一种夫妻关系 希望你来回答一下 我知道有一种叫政治夫妻关系 可能是我电视剧 共产党的那个电视剧看了太多了 什么潜伏啊 什么东西啊 一对夫妻在一起 晚上一个睡床上 一个睡地下 当然不排除睡在一起也有可能 然后一个在摇床 一个在嘻嘻哈哈的 那什么呢 外面有个特务在外面听 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这种关系 我不确定 希望你能来回答 希望你能回答 否则你为什么 一次一次的向你太太下跪 为什么 你有什么把柄抓在她手上 你原来的前妻 是一个美国生长 长大的一个 名门的之后 她为什么跟你离婚 你可以解释下这个理由吗 为什么要跟你离婚 她发现了你什么 她发现了你什么 仅仅发现你是吃喝标赌毒吗 那么多年下来了 她早就知道你吃喝标赌毒了 但为什么突然跟你离婚 是突然的 这边我们有很多证人 我一直 一直 试图跟你前妻进行联络 我希望她能够站到这里来 做证人 从她嘴里说出来 比我说出来震撼的多 你记住我一定有办法让她 说出这个证下来的 唐白乔 你威胁她也没用 我一定有办法的 因为她毕竟是美国长大的 她有着做人的基本底线 她知道如果有些问题 当别人知道的时候 她还不主动去说的话 在美国像她这样身份的人 是属于犯罪 我相信她不会为你去顶这个罪 我相信她还留有最基本的良知 所以我一定能够说服她的 大家拭目以待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 再沟通一下 明天下午 同样的时间 我还会继续直播 唐白乔 唐白乔 贾民运 曾特务 系列三 我们会请到一个嘉宾过来 请到一个嘉宾 这个嘉宾是唐白乔想不到的 对唐白乔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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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的 一个人 我们将请他到这边 让他亲口来告诉大家 关于唐白乔的所有的真相 感谢各位推友 感谢博讯提供这个平台 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晚上 美国东部时间七点半 再见 感恩大家 谢谢